再过三小时二十二分钟 比利就会变成丧尸 他今年才十四岁 人生却只剩下几个小时 这对他来说太过残忍 他不想坐着等死 要出去浪 去参加派对 看别人玩滑板很酷 他也要玩 别人都在为他欢呼 杰德却在和赛门闲聊 完全没注意到他 他是来寻开心的 结果得到的却是伤心 杰德心里只想着搞对象 完全不在乎快死的他 杰德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在一旁陪着他 这是卢比奥来的派对 杰德拉着比利就跑 只打了一次视频电话 就能找过来 杰德多少有点害怕 卢比奥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想谈谈被咬的事 比利也事先走了出来 卢比奥希望两人 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幻熊士前面为什么要加个心 以前的幻熊士为什么没了 不是因为什么大火和天然气泄露 而是因为病毒的感染 政府和保护伞为了隐瞒真相 一把火烧了幻熊士 重新进行建造 这才有了现在的新幻熊士 他没有恶意 只是想公布真相 不让历史重演而已 如果这些话 只是让两人感到震惊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恐惧了 上次丧尸爆发 黑霸在场 按理来说黑霸死了 可现在却活得好好的 而他俩的存在更是个谜 没有任何官方文件 能证明两人的身份 比如出身证名 社保号码 卢比奥越说越激动 无意中看到比利的伤口 两人立马逃跑 他追到一半 被保护伞带人控制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离开 他被带到乙芙林面前 乙芙林知道他想干嘛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牌 只要乙芙林敢放了他 他就帮乙芙林解决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 比利的时间已到 两人立刻紧张起来 但短暂的不适合 比利又恢复正常 姐妹俩相拥在一起 虽然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还有个问题困扰这两人 黑霸是怎么回事 他俩又是怎么回事 卢比奥的话有几分能信 乙芙林大半夜的把黑霸招来 讨论怎么处理卢比奥的问题 他不但知道 乐无忧的生产线 被转移到这里 还知道恶权事件 以芙林用了很多方法 撬不开他的嘴 所以才把黑霸招来 让黑霸拿出以前的狠劲 这不是请求 而是命令 无奈之下 黑霸开始行动 本来他有点心软 可卢比奥却说认识他女儿 这一下他不客气了 而此时 姐妹俩产生分歧 比利的状态 证明卢比奥在撒谎 所以关于黑霸的事 可信度也不高 杰德认为要用事实说话 卢比奥不是说 他们没出生证明吗 那就找找看 说干就干 两人立刻翻箱倒柜 结果证明没找到 找到了狗哨 还是射击时用的 可黑霸明明很讨厌强 杰德又在床下 发现笔记本电脑 密码不是黑霸经常用的 杰德立刻求助塞门 塞门很快就黑了进去 里面有一封加密邮件 每24小时得输入密码 不然就会发给比利 看了一下内容 如果你看到这封邮件 就证明我出事了 没办法帮你 而你的时间也所剩不多 保护伞后来抓你 我留了一个袋子 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 赶快带着杰德离开家 邮件的最后是 关于袋子的线索 最喜欢的龙八街 家里的墙上一张合照 背景就是龙八街 相关后面藏着一张纸条 五年级时用它 抚慰了难过的杰德 杰德仔细回想了一下 五年级时搁了扁条件 当时彻眼难免 伤心之际 黑霸每晚都会给他弹琴 两人来到钢琴所在的地方 弹完黑霸最喜欢的那首曲子 发现琴键坏了 下面藏着一张纸条 曲子很动人吧 这是什么意思 移动钢琴 两人把钢琴一开 下面是空心的 藏着黑霸所说的袋子 里面有护照 钱 手枪 能找到这东西 意味着黑霸的邮件不是玩笑 伦比奥的话也是真的 但杰德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黑霸为什么把邮件 发给比利 而不是他 难道比利比他更值得信任 他有不满的地方 比利也有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出风头 现在主角坏人 我适应了 姐妹俩产生隔阂 但冷静下来后又和好了 当务之急不是吵架 而是找出真相 黑霸到底隐瞒了什么 他们的出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在塞门的帮助下 两人找到了隐藏的地下室 需要刷卡才能记入 或者刷植物芯片的手臂 杰德试了试 没反应 比利也不行 难道只有黑霸能打开 杰德突然想起狗哨 或许狗可以 试了一下 还真打开了 地下室没信号 和塞门的通话被迫中断 两人接到着 是藏正经秘密的地方 千万别是什么 中年星来秘密基地 黑霸没那种嗜好 这里是个正常的 实验室和仓库 他俩的血液样本 也被存放在这里 比利发现了 老幻熊士的资料 上面写着Lisha的名字 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 黑霸带人去地牢找Lisha 还给Lisha打了一阵 Lisha的样子比较吓人 背上有颗巨大的眼球 比利有点接受不了 想尽快离开这里 杰德打开电脑 上面有一些比利的情况记录 12小时 对病毒没什么反应 24小时 病毒数量上升 瞳孔没有放大 但却变得沉默寡言 不正常 接下来是一些黑霸的个人意见 病毒没有控制细胞 但预期会恶化 如果72小时后出现相关症状 必须先把人控制起来 比利看向一旁的椅子 原来这东西是用来囚禁他的 杰德准备把资料带出去 只都是证据 他刚把电网线 就触发了自毁程序 这里的一切将被烧毁 门已经被锁死 两人无路可逃 大火瞬间遍布地下室 就在两人走投无路时 灭火程序启动 黑霸缓缓走了进来 质问两人为什么闯进这里 杰德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他在隐瞒什么 到底有什么不可个人的秘密 甚至把刀相向 黑霸忍无可忍 露出凶相 比利趁机把他敲晕 等他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椅子上 事已至此 他只能说出真相 保护伞的新产品有问题 服用过量会感染T病毒 病毒会逐渐吞噬大脑 把人变成怪物 比如背上有眼球的女人 但比利是个例外 没有被病毒占领高地 这不单是比利自己的强大 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两人还在胚胎阶段 他就改起了两人的DNA 刻意让两人变得强大 所以两人不单单是他的女儿 更是他最杰出的作品 说是他的有点过分 严格来说是保护伞的 真相对两人来说太过残酷 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黑霸转移话题 问两人认不认识卢比奥 比利说谈不上认识 只是见了一面 虽然他们什么也没透露 但卢比奥知道他被咬了 黑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让两人赶快放了自己 一旦被保护伞知道比利被咬 会无所不用积极地将比利抓住 下场和背上有眼球的女人一样 他知道两人对他充满恨意 但眼下只有他能救两人 两人犹豫片刻 选择相信他 时间来到2046年 杰德和卷胖成为俘虏 兄弟会的人都挺狠 别人巴不得离丧尸原点 他们却把丧尸囚禁起来 还称之为审计 只有天选之人能够驾驭 杰德以为兄弟会是什么正义之事 原来是个不着调的邪教 两人现在失去自由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杰德开始观察被囚禁的丧尸 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里的丧尸似乎在工作 很有秩序 仿佛经过训练一般 卷胖觉得这没什么 不过是用食物诱惑而已 狗不是也这样训练吗 花音刚落 周围也安静下来 人工被肢解 沦为丧尸口中的食物 虽然有点残忍 但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有个女丧尸 吃完后尖叫急声 其他丧尸又开始工作 这让杰德非常惊讶 能控制其他丧尸 说明有较高的智力 这是病毒进化的现象 杰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卷胖却一心想着逃跑 如果杰德肯帮他 他上报的时候会说杰德死了 两人合力把门打开 顺便救了保护伞的员工 然后拿起武器进行突围 可对方火力太猛 突不出去 卷胖正好在控制器旁 一通乱按之后 丧尸被放了出来 这下彻底乱逃了 好在卷胖战斗力高 一路横冲直撞 杀红了眼 正准备接受赞美 却发现身后没人 杰德早就从另一条路跑了 他半路遇到兄弟会的冷秀 问了下那个女丧尸的情况 冷秀说是在森林里发现的 那是丧尸中的女王 说完头也不回地逃跑 女丧尸又开始乱吼 杰德回去看了一眼 趁机把女丧尸孤立 用电锯将其斩首 正准备看看脑袋里有什么东西 一群丧尸冲了过来 他拎着头就跑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失去女王的丧尸已经疯狂 门撑不了多久 好在天无决人之路 这里囤了很多弹药 尤其是手雷 他准备用手雷炸出一条生路 结果半天不响 他招药迎南而上 手雷蹦的一声炸了 丧尸被炸没了 他也被炸懵了 一路跌跌撞撞向外走 路上遇到个丧尸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卷胖一枪抱头 看来卷胖这人能处 他逼着丧尸女王的头 和卷胖一起逃跑 两人一路来到逃生通道 只要爬上去就行 杰德伸手敏捷 没什么问题 但卷胖就不行了 体重太大不好爬 而且丧尸已经赶到 卷胖止步于此 只有杰德逃了出来 可万万没想到 刚出来就被保护伞的人抓住 这次带队的人杰德认识 而且关系匪浅 是他的好姐妹比利 非常感谢 有词 好 感谢观看